原标题 为何昭临六郡图的马腿特别短 不是画家犯错误 原件很另类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深藏了一幅近代画师昭临的作品 叫做昭临六郡图 虽然画得很好 但是很多人看到之后 都觉得十分别扭 因为昭临六郡图中马匹的腿很短 和我们印象中马的形象 有点格格不入 比如说画上的马 就不如徐腿红画的马的 长而有力的腿好看 那么为什么会腿短呢 下面小编就来给您揭秘一下 三个另类的原因 本门所有图片 全部来自网络 感谢原作者 如侵犯您的权利 请联系本号作者删除 图片与内容无关 请我对号入座 在揭秘之前 先给您说一下 昭临六郡图 那是怎么来的 昭临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 位于陕西省内泉县 当时 太宗皇帝李世民 为了纪念与他征战沙场的六匹马 于是就让工匠用轻石 在陵墓祭坛的中西两侧 浮雕了这六匹战马 趁之为昭临六郡 分别是 玄毛瓜 石阀士 白皮乌 特勒票 青锥 萨鹿子 后来到了金代 画师赵灵 便根据昭灵六郡 创作了这幅昭灵六郡图 而他们之间的区别 就在于画作中 马匹的腿特别短 这是为什么呢 小编推测 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 突出战马身中剑伤 一幅画作 肯定要有一个视觉点 既能吸引观赏者的眼球 又能突出化作要表现的主题 对于昭灵六郡来说 肯定是要以突出战马的英勇为主 而至于英姿则就是次要的了 因此昭灵六郡图中的马腿 就是为了突出战马重剑 以此来反映出马匹的英勇无畏 如果要是将战马化的英姿大闯 那人们就都去关注马蹄和马腿 从而就忽略了重点 而且也违背了作者的出传 第二 唐代马匹壮硕 显得推断 唐朝社会繁荣兴盛 不仅人的日子好过 马的日子也不差 所以唐代的马匹大都十分的壮硕 估计是叶草吃得多 因此这样一来 身体胖的 自然腿就显得短的 但实际上马腿并不短 而这一点其实也很好理解 就和我们现在经常说人寿显高 人胖显买是一样的道理 而这种视觉上的差异和观察角度都有一定的关系 从而也影响了画师赵林的画作 第三 腿短是呼马的特点 目前 根据专家的研究发现 唐太宗李诗明的这六匹战马 有的马是胡人赠送的胡马 比如说石阀翅是一匹波斯马 而全毛瓜则是一匹突厥马 所以腿短应该是胡马的特点 因为这样的性状 使得马匹的重心变低 因此驾驭起来会更稳 而在马上也能轻易的做更多的动作 比如射箭 刺杀或投掷等等 所以 让驾驭者在战场就具有了一定优势 另外腿短的胡马耐力也更持久 我们也能看出 评判一幅画作的好坏 绝不是在于画的是否好看 而这个所谓的好看 也不仅仅是体现在视觉的享受上 更多的还是在于对画作的主体合作者 以及时代背景的理解 若不然那就成了外行看热闹 因此 我们还是要努力提高自己的艺术鉴赏能力 争取做到内行看门道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词曲 李宗盛